嗨,我是樂琪 我又來找張醫生報道了 若你問我幾歲呢 我會跟你說我想保持在25歲 大家都說這世上只有藍女人沒有醜女人 但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太對 因為即使你夠勤勞 胸垂是永遠無法改變的 就像張醫生在視頻上說 治療跟保養是不同的概念喔 第一個叫做保養 第二個階段叫做維修 第三個我們可以叫做重建 我很多朋友買名牌包花個幾萬塊 反而為了省錢找便宜的療程 那我們的臉難道沒有比包包重要嗎 不過大家不要誤會喔 不是叫大家要買貴的才有效 而是應該先看看自己的問題發生的原因 醫生是否有跟你說明問題的成因在對症下藥 做對的投資才是最有價值的事 就像我最在乎的是嘴邊肉跟法令紋 在其他的診所呢通常都是一到兩套做法 這就像我要買眼鏡啊 老闆不管3721就給我一副眼鏡 嗯這樣好像是對的嗎 像張醫師就以解剖為基礎 不同的結構問題將嘴邊肉分成三型 法令紋的生成原因也有三型 針對不同的嘴邊肉及蘋果肌下垂 居然有21種不同的埋線方式 哇真的太神奇了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張醫師的相關視頻喔 還有張醫師使用米特森利拉提 它是一體成型的360度的勾勾 是可以被吸收的線喔 因為張醫師是使用環繞的方式 所以使用43公分的長線 哇超酷的 好我幫你看一下 第一個喔 這塊有點掉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 你這個臉頰這裡有點凹有沒有 然後這裡有點垂 然後掉了一塊嘴邊肉 那嘴邊肉有分三種嘛 像這一塊就是第二型的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有一顆小乳蛋在這 這個小乳蛋就是夾子 你看這是從這個掉到這來 所以相反的我幫你把這顆小乳蛋附位上去 你這個嘴邊肉就改善了 然後連臉膠都會改善 然後再把第一型嘴邊肉這個 就是鬆的這個部分再收緊一下 就變成用這種接力的方式 從深層拿到淺層接力的方式 臉頰就會比較順 嗨我是樂琪 是不是覺得我哪裡不一樣了呢 感覺是不是變年輕了 猜猜看我幾歲呢 偷偷告訴你 我是永遠的25歲 變老可是女人最大的天敵喔 對抗臉上鬆、垂、紋路等各大老化問題 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喔 不過呢現在有超給力的 限調拉提三代八字 以及解剖強人張貿正醫師 有了他不斷的精進研發拉提技術 還需要擔心什麼呢 我只要負責冒美如花就好啦 常常有人跟我說 你怎麼都不會老 這句話對我來說 比任何心理雞湯更正能量 更激勵人心喔 那如果呢 現在你想要透過醫美途徑 變年輕的你呢 千萬要記住 選對醫生很重要喔 套句張光森醫生 常在YouTuber講的話 每一下才是最貴 想做要找專業喔